欢迎来到Noyantv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 乐华家族演唱会票价引争议,王一博粉丝维权会不会殃及持余? 乐华作为上市公司,虽然因为期间旗下艺人慰问演出,艺人普遍学历偏低,演技平平等名声一直不大好, 但在这样一个相对敏感时期,搞出变相高价割韭菜的事儿,不知道是公司压根没有风险意识呢? 还是上市之后行情一直低迷,急于借这次所谓的家族演唱会甜窟窿。 事情的起因是乐华家族此次演唱会存在不平等购票权,区别购票权, 而这两项特权开放给除王一博粉丝之外的其他乐华艺人粉丝群体。 而获得了优先购票权的人又会加价从中谋取暴力,演唱会简介中也没有王一博宣传海报, 在大力整顿黄牛议价期间,乐华的操作激起王一博粉丝的强烈不满。 粉丝已经通过喊话、举臂等方式要求乐华做出正面回应, 不要把王一博当作赚钱工具,敲骨吸髓之后再举手无情, 磨刀霍霍割王一博粉丝的韭菜。 王一博粉丝这次刚起来了,不在沉默中爆发,就在沉默中灭亡。 然而凡事都有两面性,王一博粉丝在义愤填膺之时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, 王一博也是股东之一,而且是有话语权的顶流明星, 这一切他真的不知情吗? 无论他之不知情,粉丝把这件事送上热搜, 目前阅读量已达到四千多万, 一旦乐华真被挖坛,演唱会取消甚至公司的股票受影响, 会不会殃及驰鱼? 其实我最不能理解的是粉丝为什么花几千去看这场演唱会。 王一博唱几首歌不可知, 且乐华裔人中没有一个称得上实力派。 我所知道的孟美琪、吴轩怡, 虽说影视歌舞均有涉猎, 但孟美琪我心飞扬票房扑到导演一脸晦气, 吴轩怡从斗罗大陆之后再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作品, 其他艺人更是胡穿地心。 拿大几千去看一群一瓶子不满, 半瓶子晃悠的艺人唱歌跳舞, 是能享受到一场视觉和听觉的饕餐盛宴, 还是能从中感受到生活的美好, 领悟到人生的真谛。 在不央及王一博的前提下, 支持王一博粉丝维权, 如果一直忍气吞声, 对方就会步步紧逼,得寸进尺。 只是不清楚王一博本人和乐华真正的关系是什么样的, 是利益共同体, 一损俱损一荣俱荣。 还是离开乐华王一博才能海阔天空, 拥有更灿烂的星土。 王一博粉丝开思乐华娱乐, 没想到诉求下尽显才华。 乐华娱乐家族演唱会的票价问题, 背后更多是王一博粉丝的长久诉求, 得不到正面回应。 其实一开始就是因为优先购票权的不合理, 出现了抬高票价, 变相收割王一博粉丝韭菜。 没想到愈演愈烈, 进而上升到了王一博粉丝与经纪公司长久挤压的恩恩怨怨中。 不过这次不想对此过多评价, 毕竟乐华娱乐依赖王一博这几年,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, 杜华的好命就是遇到了王一博, 借此东风, 让小作坊趁机上市, 成为资本后, 开启资本的大型运作。 利用好了价值, 薅羊毛到飞起, 王一博的粉丝成了冤大头一样的存在, 王一博现象的出现, 财报上的小金珠, 说到底都是给人做的嫁衣。 业内都说, 看一下王一博给乐华打工成什么样子了, 杜华真是几世修来的福分。 是啊, 王一博爆火之后, 直到如今都没有自己的个人工作室, 放眼望去, 哪个顶流有他这个情况? 哪怕是三四线的小明星都有个人工作室, 真是一言难尽啊。 别说王一博粉丝对接不了公司, 各种物料不及时, 粉丝全员底层, 工作室还是拼盘, 更别说演唱会了, 都是借助一个顶流, 拉动一群寄生虫。 王一博前面披甲上阵打下的江山, 后面一群小蝼蚁们跟着吃香的喝辣的, 整日负面讯息不断, 拖后腿做腰, 样样精通。 这次粉丝不干了, 开思乐华娱乐, 要求配置单独工作室, 要求及时处理各种黑料黑热搜等。 其实这种东西都是很简单的诉求, 没想到都得不到回应, 可见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了, 人家的态度就是一个字, 拽。 这次粉丝呢, 也是人才辈出, 各个才华横溢, 小作文不断, 神图贫出, 看完后, 小肥妖连连撑起。 话不多说, 嘲讽杜华拿着王一博赚来的钱, 如何置办家里这群小蝼蚁的, 一张便向收割来王一博粉丝的五千块钱门票, 一千块给救了自己命的小丁告黑, 两千块疏通剧组, 两千块给自己的面膜打广告, 再加上原本的票价两千多, 租了五台让胡团们上台展露头角, 算下来, 没赚钱, 赶紧让王一博来, 只要他一出来, 那就是真金白银天下调, 自己赶紧往怀里揣呀。 好开心, 花不完, 根本花不完, 扭头就被这群小蝼蚁们给整没了了。 是不是被这群粉丝给整饿了呢? 还有哦, 接着舞起来, 那就是演唱会当天的盛况表述, 王一博的粉丝们, 花了大价钱买拼盘演唱会, 为了给博子哥一个绿海, 带了一堆灯牌, 结果被保安们给没收了, 换成了中控姻缘灯, 给那群不争气的小蝼蚁们一个面子。 现场过程中, 一个胡团两三个节目, 王一博粉丝们在漫长等待中, 等来了王一博的出场, 满打满算也就四五分钟的表演, 匆匆忙忙中, 就结束了。 隔天热搜带偏节奏, 粉丝辛苦来姻缘, 热烈玉兽不乐观, 王一博人气不及小胡咖, 心酸又无奈, 给人做了嫁衣, 折了自己。 看下来, 真的描述得挺贴切, 王一博粉丝这些年都不是吃素的, 从天真到成熟, 经历了太多, 这次开斯乐华, 说到底就是为了陪同王一博一路前行, 荆棘丛生也要一同迈过去。 你们的才华不会被辜负, 你们的努力也不会付诸东流, 团结一致, 相信有光。 拼盘演唱会可以不去, 热烈我们家把劲搞起来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 请不要忘记点赞, 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, 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,